周一上午布里德在市政厅宣布 担任公辩律师长达11年的马诺哈尔拉朱 成为军事山新任公辩律师长 拉朱此前主要负责重罪案件 他的任期将到今年11月选举时结束 届时选民将投票选出新一任的公辩律师长 此前呼声很高的首席公辩律师刚萨雷斯表示 无意竞选这一职位 今年2月22号前公辩律师长赫大器 因深感不适突然死亡 验尸关办公室消息称 其死于突发性心脏病 目前警方已经启动了谋杀调查 新唐记者林轩综合报道